9月28日,首个上海旅游投资促进大会在上海市博会博物馆隆重召开,会上启动了两个1000亿上海十四五重大旅游投资项目。 同时,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局长方世中发布了2021上海旅游投资推介指南和上海市在线旅游招商平台。 据悉,在上海旅游投资促进大会上,其中启动了上海十四五重大旅游项目30个,总投资1132亿元,发布上海旅游招商项目24个,预计投资额1150亿元。 现场,金山区、松江区、嘉定区、青浦区、凤贤区、崇明区、临港芯片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和摩敦天空相关负责人先后做了重大旅游招商项目录演。 上海迪士尼乐园,复兴集团代表集中启动重大旅游项目单位发言。 乐高主题乐园,锦江集团分享了旅游投资案例。 在一次我们的金钟签约的重大旅游项目当上下,我们只要有什么聚焦和上海的新篇图。 比如说和中心城市的城市的安心,向前往,和一江一河的全线的贯动图,向前往,和我们的瓦山和金山的南台展现下,和我们的新球的健康。 我们希望围绕聚焦凤零上海,这样一个新的摩天空,恢复了一个变化。 我们更好凤零这座城市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体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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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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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